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经可以帮助你什么 意经可以在你工作上 在你生活上 乃至于在你整个人身上 它可以提供什么注意 可以让我们产生得到什么样的力量 这个是我今天就是透过我自己的学意经的过程 然后来跟大家做这样子的分享 那我学意经的过程分好几段 我们就一段一段来 这个第一个 我开始读意经是在念大学的时候 是在念大学的时候 那什么机缘会让我接触意经呢 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很 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 这种这个儒家文化复兴的这么一个气氛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种新儒家的这个思潮 在整个社会上 很多老师都在做这方面的演讲 那我个人是念土木系 我念台中这个中兴大学土木系 但是呢我对这个文学 也对这个哲学思想这方面的 这方面的议题就很感兴趣 所以我就常常到中文系去旁听 我旁听的课程非常多 我一个礼拜大概最多的时候 一个礼拜有14个小时 在14个学分 我没有正式修学分 都是去旁听 但是一个礼拜有14堂课 我跑到中文系去上 所以我那个同学 土木系同学就说 你好像是土木系中文组 这样 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好玩的事情 那我到中文系去旁听的时候 有一门课让我很喜欢 叫做宋明理学 宋朝跟明朝的这些思想家 他们的这个学问 我们后来称为宋明理学 理就是道理的理 宋明理学 那我是读了宋明理学以后 我发现一件事 就是宋朝这些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这些 无论是文学家 思想家 他们都乃至于史学家 他们都非常重视《易经》这本书 都有《注易经》 你哪里想象 我随便举几个人 你说苏东坡 苏东坡是文学家 跟《易经》有关系吗 他还真注了一本《易经》 注释 注了一本《易经》 你说王安石算是个政治家 他也注了一本《易经》 你说欧阳修什么 反正你叫得出来的 宋朝这些古人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都对《易经》 留下了他的注释 或者留下了他 曾经写过一些文章 讨讨论过《易经》 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视《易经》这本书 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 为什么大家都好像不约而同的 就是都来讨论《易经》 所以我就因为学了宋明礼学 所以我就很想再来学《易经》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 可是很奇怪 中文系里没有开《易经》这门课 不知道为什么 不小心是没有适当的老师 还是说《易经》实在是太难学 也太难教了 但还好我的宋明礼学的老师 他就是一个《易经》专家 所以我就买了他的书 就自己来研读 他等于是我的启蒙老师 就是我读《易经》的启蒙老师 那么这个叫朱维焕老师 我在我们自知讲《易经》这个 我有特别提到他 但我早期有一些朋友问我说 那老师可不可以推荐我一些 读《易经》的读物 我就推荐他的书 结果他们买了读了 都回来在跟我反映说 老师那太难了 您可不可以推荐别本 因为他写就是有种半古文 半古文有点像梁启超 在写白话文那个味道 这现代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阅读 所以我后来就比较 除非你已经去入阶了 已经学《易经》学了好几年了 我才会建议看他的书 否则刚开始入门 我就比较不建议 比较不建议看他的书 这是我第一次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学《易经》 那我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呢 大概花了一年多 把《易经》从头到尾读 仔细说应该是《易经》和《易传》 这其实是两本书 你现在在市面上买到的书呢 通常是把《易经》跟《易传》 合并在一起 合并是合并之后的书 但其实它是两个不同年代的书 我们说《易经》呢 比较是周朝初年的时候的形成 也就是现在的《易经》的经文 那我在《资资线》上 跟大家分享解释呢 就是《易经》的经文这部分 有时候我们也称为《易经》的古经 那你说《易传》是什么时候 《易传》就是在战国时代 也就是等于是周朝的末年 一个是在周朝的初年 一个是在周朝的末年 这当中可能差了500年到700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拉距很长 所以我一直主张 应该把它当作两本书 不要把它当作一本书 要解释呢 要开课也是分开两门课来教 否则你在读《易经》的时候 你会受到战国时代的人 对《易经》的想法 你会被他拉着走 但其实我们今天的人理解易经 比战国时代的人理解易经 有好多我们新的工具 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人 不懂的事情 我们今天懂 你说老师你讲真的讲假的 人家战国时代 距离易经成书的时候 也不过500年700年 我们今天距离易经成书的时候 可是3000年 你怎么能说距离500年600年 他懂得不会比我们今天多呢 是这个原因 主要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应该说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甲骨文 一个是甲骨文 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人 可能已经不知道 什么是甲骨文了 因为隔了500年700年 没有人在研究甲骨文了 可是我们今天很幸运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这个甲骨文被挖出来 然后大家努力去研究 那把甲骨文里面这些 注尸马基文字的原本意义 也就是易经每一个卦 每一个卦的这个卦名 它原本的意义 在商代的时候 它原本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可以透过甲骨文 抽丝剥剪 回到它最原始的意义 这个是我们今天读易经 比战国时代人 乃至于比汉代的人 有更好的工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考古资料 就我们现在挖了很多商朝的 还有周朝初年 我们有很多考古的文献出来 那么这些考古的资料 也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易经有更深 有更深的了解 这个也是汉代的人 乃至于唐代的人 他学易经的时候 他没有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 说我们现代人读易经 都没办法像古人那样子 没有 我们现在读易经 有这两个工具 我们可以读得比 可能可以读得比古人 更深入 更深入 那可是就是我大学时代 我还没有 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都必须是 等我后来退伍以后 到社会工作以后 我才慢慢理解 乃至于到后来 我再去念一次研究所的时候 我才会使用这两个工具 那么在这个大学的时候 纯粹就是 因为宋米理学关系 再加上 大家都说易经很难读 然后年轻人就有一种 想要表现 想要竞争 跟人家竞争 好 你们读不懂 我读给你看 我能读懂 有点想要 逞自己的聪明 就是虚荣心 年轻总是会 虚荣心 觉得跟人家不一样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当然这个 这样子读书 是没有办法真正读懂 里面的真正的意思 所以我大学 虽然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很认真的 每天都花几个小时 去读易经 读到我大肆以后 说读的结果是什么呢 读的结果就是 简单四个字 叫做 似懂非懂 就是我相信 所有人 第一次读易经 读完了 你的感觉也是 同样这四个字 似懂非懂 半懂不懂 这个 其实这个 虽然没读懂 但是它也给我们一个 启发 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易经这个东西 你不能够把它当作一种 客观的学问 客观的知识 客观的技能 就补挂技能 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 只是一个技能 只是一个知识 只是一个学问 你这样去读 一定结果就是半懂 不懂 似懂非懂 一定是这个结果 那你说 那老师 那你不这样子读 要怎么读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今天的内容就是 把我这个读的过程 一一交代 一步一步的交代 它还不是说 我大肆这个读法不对 然后我这个 退伍以后 我就读对了 没有 没那么快 中间还有好几个步骤 所以呢 后来我开始就是 在我们这个 新传媒这边 开课的时候 开易经课的时候 我第一个 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说 我们今天读易经的话 大家不要抱着说 好像你还在学校 不要用学生时代的 那种学习知识 学习这个技能 不要用那个心态 来学易经 因为无论你多认真 你只要用一种 学问的这种心情 去读的话 读到后来 就是半懂不懂 是懂非懂 这个没有办法 真的读懂 好 那关键怎么办 那我要用什么样的 心情来读易经 这是关键 有没有人愿意 就是分享你的体会 好 那我 那我说一下 我说 我抓到一个要点 就是大家 我们如果 我们已经进社会工作了 甚至工作了 十年 二十年了 好 我今天 对易经感兴趣 我还想再来读一次 那么我读 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读 好 我跟大家说 你要抱这样的心情 就是 你希望在读这个易经的过程当中 这个能够透过易经 来改变你自己 能够透过易经在什么地方 改变你自己 这个是关键 这个是关键 你如果读完易经以后 你完全没改变 你原来是怎样 你现在还是怎样 那我说 对不起 你还是抱持着 大学念书的那个 那个状态 在读易经 读的结果 一样是似懂非懂 你没有 你没办法真懂 什么样叫有真懂 真懂就是 你读了易经 有体会 而你愿意把这个体会 放到你自己身上 调整你的做人做事的方法 乃至于调整你的说话方式 乃至于调整你的价值观念 乃至于调整你的思考的这个回路 重建你的思考回路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调整 那我就说你是读懂易经的 你就不是用一种学问的方式 在读易经 你已经把易经放到你的生活 放到你的思想 放到你的生命里面在读 只有用这种方式读 你才可能真正的 吸收到它的好处 如果你读了以后 它这本书没有办法改变你 我跟你讲 这个书千万不要 你不要跟人家 转述这本书的内容 这个我可是讲真 我们今天如果读任何一本书 不单单是易经 我今天读任何一本书 我读了之后固然我喜欢 可是这本书并没有改变我任何 任何事情 只要它有改变你的事情 比如说它改变 我读了这个书 我知道好 我以后不能够那么晚睡 好 哪怕是改变这个都可以 哪怕是你本来喜欢熬夜 半夜两点三点都还不睡 现在读了某一本书以后 你就哎呀 这个晚睡其实不好 不单单对自己身体健康不好 可能还有其他种种的 种种的不好 你体会到你真实的 认识到了这件事情 那么你一定会做出改变 你从半夜两三点还不睡 变成好 十二点以前我一定要睡 哪怕是这么微小的改变 我跟你讲 你对这个书都是真实的了解 如果你读了一本书 你对它没有像我刚才讲的 它对你没有造成任何改变 那我建议你不要跟任何人转述这本书 不要跟任何人转述这本书 为什么 因为你转述只是语言的转述而已 你转述这本书其实没有意义 你并没有增加你对这个书的理解 而且你其实说难听的 你可能是在扭曲这个书的理解 你不相信 你表示你不相信这个书里面所讲的 除非你转述说 其实这个书写不好 要把你对这个书不同意见讲出来 那你可以 但你不要跟人说这个书很好 但其实你自己都没做 你明明不认同了价值 你却来宣传这个价值 你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做这件事的结果 会让你内心产生分裂 就是我们会相信说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套 然后说一套 做一套说一套 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毛病 但是在某一些小事上 我们做一套说一套 有时候是为了让事情 结局更圆满一点 也许还可以接受 但是你如果养成一个 做一套说一套的习惯 如果它变成你的一个习惯 那就不好了 有时候为了某一件事情 让结局皆大欢喜 或让结局不要对某些人 产生太大的困扰 有时候我们可以两边 把这个事情拆成两边 但是正常情况 你如果做得到的话 应该尽可能不要让它分作两边 我们所说的 跟我们所做的最好尽量 即使不能够完全贴合 也尽量靠近 也就尽量靠近 这个是一样 读书也是这样 你能够真的读到这个书 靠近这个书 它的结果就是 书里面讲的东西的价值 你认同 然后这个价值 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改变你的思考 改变你的价值 你获得改变了 你才可能是真正了解这本书 这是第一个 就我学艺经的第一阶段 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如果这本书不能改变你 其实你没有说到 你没有接受到它的好处 你也没有真正读懂这本书 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现在就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我当兵的阶段 我们 我现在在讲当兵这个事情 可能需要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才能够理解我要讲什么 因为比较年轻的朋友 可能当兵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战斗营 就是一个自强活动 可能就是因为 那个压力 已经变得很轻了 我那个时代 我也不好说我是哪个时代 我很不幸就是 抽军种的时候抽到陆战队 就是你怎么知道 自己都不敢看 然后整个礼堂 一字鼓掌 你就知道你抽到最坏的一支签 就没有人鼓掌 就是表示你抽到好签 如果所有人都在鼓掌 就表示大家都说 坏签又被抽掉 一支所有人都在鼓掌 那我当陆战队去 就是 但他的内容我就不说 就是军队的内容我不说 但是我要讲说 当兵这件事情 对我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他让我知道 就是强迫性的 强迫性的让我放下我之 强迫性 把你的原来那个 整个读书学习 全身沾染的那些习气 觉得我是什么国立大学 我是什么了不起 你们这些班长算什么 班长高中毕业而已 我比你们厉害等等 就是你把你那种 就是说一生傲气 或者一生好像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 比别人厉害 比别人强 那种虚假的自我 那个东西在当兵的 不要说全部过程 就当兵前三个月 是要彻底把你打破的 军队的新兵训练 乃至于下部队以后的 前两三个月 他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摧毁你原有的自我 摧毁你原有的自我 我还是忍不住想讲一个小小的例子 就是想 就是因为我们所有这种 念书起来的 都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都会觉得我读多少书 我大学又自己要 有自己功课的书要读 我还要再去文学院听课 我这么认真 那我多少东西在脑子 我比你们懂多少 随便在军队里也分享新的 我上去逃跑不绝20分钟 那你们的班长上去 讲来讲去 还不是就讲个黄色笑话 就是你会觉得你比他们 好像不一样 你比他们了不起 然后就是我不但比你有秩序 我还比你 就是我比你有道德 你看你们这吃槟榔啊 什么臭烟 你看 你看 就你甚至觉得你 你的品质 你的人格都比他们好 那我要讲一件事 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例子就把我原有的自我 全部摧毁了 全部摧毁 什么例子呢 这军队晚上不是会有紧急集合吗 紧急集合 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新兵训练 还会有紧急集合 可能禁止 禁止半夜紧急集合 怕发生危险 怕大家手忙脚乱跌倒 什么受伤 可能已经被禁止了 那我从前有紧急集合 紧急集合通常在你半夜睡得最熟 大概是两点到三点 或者三点前后 通常是三点前后 你睡得最熟的时候 然后紧急集合 然后他就在前几天就在宣布 紧急集合的时候 所有人的装备 不能够有丝毫遗漏 你该带钢盔就带钢盔 该打绑腿就打绑腿 该什么 全身的所有这个 就是甲种服装 他称为 你什么弹药袋都要带 什么要装备齐全 任何人缺一样装备 因为半夜他不开灯 他不是紧急集合 所有灯打开 不是 紧急集合是按着 灯是按着 你得平常就要知道 闭的研究就知道 你那些装备放在哪里 他平常是这样的宣传 所以他就说缺一样装备 缺一样装备 一百个福利挺身 你说 哎呀 匆匆忙忙忘了弹药袋 忘了打绑腿 就两百个 钢盔掉了 抓不到钢盔 再加一个三百 三百个就让你做到半死了 可能做到天亮 但是呢 他们一开始就让你知道 一定要 所以我们就很小心 就什么东西一定是放在 你一清醒 马上手碰得到的地方 都放得 都放得 然后睡觉也不敢随便转身 因为怕把它 碰到不一样的地方去 所以我已经前几天 大家都很有意识的 这样的调整 好 但这些班长很贼 半夜的时候 大家睡着的时候 他就把你的那个 绑腿拿走 他就把你那个 全联 然后全联一百多人 他可能就拿走五个 绑腿 五个弹药袋 再拿走几顶干亏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让你们 有人缺 有人没有办法拿到 他不是故意要处罚那个人 我到后来才知道 你半夜一醒来 摸不到 怎么办 你第一个念头 不行 我一定要摸到 或者是可能是我半夜 我把它推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第二个念头 就是摸隔壁床的 然后只要一摸到 不管那是不是我的 你就带走 你一定就不管了 隔壁床被你拿走 隔壁床摸 没有他 就再去摸隔壁床 结果是怎样 他虽然只拿走五样东西 可是全联之间 你偷我的 我偷你的 可能有五十个人 互相偷来偷去 因为我也去偷别人东西 这一生意出来以后 那个班长就在笑 就说你们刚才 谁有拿别人的东西 就是举手的寥寥无几 可能只有两个人 三个人 那班长大概在拖笑 我拿走五个 然后你们只有两个人 三个人 那时候有拿别人的东西 怎么可能 就表示很多人都隐瞒 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讲 那这个代表什么 其实我经历过这件事情 我就知道 其实我原先那个都是假的 是说我有多高尚 没有 你真的 这种境界来的 其实你还是 就别人怎么做 你还是怎么做 来到这里 所有人都一样了 没有什么 你比别人高尚 没有 真的大问题来了 你就是 原形毕露 小问题你好像自己 一副冠冕堂皇的样子 我们现在说 一副一冠禽兽的样子 但真的大问题来了 就都变成禽兽 没有一冠 一冠就丢掉了 那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没什么了不起 你比别人家 书读多 你还不是这个时候 你还不是做同样的事 跟你瞧不起的人 你做跟你瞧不起的人 同样的事情 这个让我 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当兵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什么启发呢 就是 我如果还是抱持的某一种骄傲 抱持的某一种 我执 强烈的自我的执着 或者自我的这种 过度坚持自己的原有的 这个虚假的价值观念 任何书我都读不进去 我读到后来都只是在读自己心里 都不断地在加强自己内心的自我暗示而已 我并没有真正接受这个书要教我的事情 如果你那个自我那么强 你那个自我从来没有被打破过的话 那么任何书其实你都读不进去 你都只是读这个书的表面 因为这个书里面东西进不到你的心了 因为你那个自我太强了 表面的东西可以进来 表面不会影响到你那个自我 这个书里面最深的东西 它就是要来改变你的自我 可是你不让它改变 因为你太强 你那个我执太深了 这个其实也呼应我第一点 如果任何不能接受改变的人 其实你没办法读懂任何书 更黄论易经 易经就是要来改变你的 你不让它改变 你怎么可能读懂易经呢 所以当兵这个经验 其实对我非常重要 他就是一个人改变 所以我退伍以后 我再读易经 其实又不一样 那个味道不一样 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要放下 你原来那个 你以为很了不起的那个自我 那个自我你要事实地放下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那只不过你从小到大 一层一层被包上去 从小到大别人都称赞你 工作老板赏识你 那是真的吗 其实不见得是真的 不见得是真的 不要太执着那个东西 你要开放 稍微开放 或者把那个东西放软一点 允许书新的东西 来震撼你的内心 改变你的内心 这个你才可能真正得到书的好处 尤其是易经 这是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 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我退伍以后 就找了一个工作 就是我第一份工作 也是出版社的工作 那我的出版社工作就是一个 而且是我那个时候工作的是 等于是全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 那是牛顿出版集团 现在牛顿就比较不好 从前大概在1980年代 这个牛顿是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 他手上出版了八本杂志 而且还有五家的出版社 等于八家五 等于十三家出版社的一个 集合在一起的出版集团 在当时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出版公式 当然现在我们台湾有城邦出版集团 规模当然比从前牛顿还大 那我就是在牛顿工作 那我的那个时候牛顿的总编辑 牛顿杂志的总编辑 也是我们现在易经大师刘君祖 刘君祖老师 那他那个时候等于不是我的直书长官 但是是我隔壁办公室的长官 所以我也慕名去找他一下 所以我就碰到他 我都叫他刘大哥 刘大哥这样 这个对 因为人家已经 他这个讲义经当然都比我资深 学义经也比我资深 所以就是我现在对他还是很尊敬 这个再往下讲就 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开始开课之前 我就问我 我就自己问自己 就说我讲的东西 有没有跟刘老师讲的东西有不一样 我如果觉得我如果自己评估 我自己先写好稿子 然后我再比如说我讲钱挂 然后我自己写好稿子 然后我再看刘老师的 他讲钱挂的这个内容 录音带还是什么 我看有没有不一样 如果有比如说百分之五十都一样 那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讲好了 就人家就去找 去听了老师的课就好了 结果我发觉 还有蛮大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 也就是说我这样 我才比较敢讲我自己的体会跟想法 这是一个题外话跟大家讲一下 好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第三阶段 学义经的第三阶段 学义经第三阶段 就是我进入到一个职场 这个职场人很多 因为它是非常大的公司 所以有各个的部门 各个部门之间 就有各式各样的利害关系 还有上位下位的关系 就是主管跟部署 所以关系就很复杂 比如说你跟你的直属的主管 还有你跟不是你的直属 可是他也是主管 中间的相处方式 你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是什么 这就很复杂 还有你怎么跟隔壁的同事 就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 跟不同部门的同事之间 你们这个沟通谈话 要注意什么样的礼貌 注意什么样的这个美感 这个就是你整个环境变复杂了 好 我现在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的环境变复杂 也是我们学艺经非常好的一个助力 如果你永远处在一个非常单纯 像学校那样子 学生上课下课考试 那么单纯的环境 其实老实说你也读不懂艺经 因为你对人跟人之间的 我们叫急凶 祸福或者顺利 这种关系你不理解 什么样的话 什么样的情况 你其实是触犯了别人 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才真正有帮助到别人 你对这种不了解 其实你也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读懂艺经 因为艺经有很大一部分 也是放在这个上面 所以一个复杂的工作环境 或者生活环境 其实对我们学习艺经很有帮助 这个是 但在这个时候 因为环境很复杂 所以这个时候 我才开始学习补挂 学习补挂 我不是一开始就学补挂 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 学艺经一开始就学补挂 比如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学艺经 因为现在有时候大学 有些社团 有那个武术的社团 就专门教人家什么 八字紫微斗术 艺经补挂 有这种社团 所以有很多人 学艺经的入门 他就是从补挂入门 我认为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还是认为 是先学艺经的内容 学 我现在的习惯 就是你学艺经 艺经分上经跟下经 64挂 前30挂是属于上经 后34挂是属于下经 我现在都统一 30挂学完以后 我才教人家补挂 才教人家完整的补挂方法 那还没学艺经之前 第一堂课 我就教你补挂 可是那个补挂 就是比较粗浅的补挂 也教 补挂也教 所以你们听艺经 马上就可以学补挂 我第一堂课一定就教补挂 可是是一个很粗浅的补挂 而且我都强调说 当你学会这个方法以后 我希望你人生的第一挂 你要非常珍惜 人生的第一挂 这我学会补挂 我要补的人生的第一挂 那你们有听过知识就知道 我建议的人生的第一挂是什么 我希望你补说 我现在我的个性 或者是我有什么地方 是需要改进的 我希望你补一个反省自己的挂 我希望你补一个 你想怎么改变自己 应该怎么改变自己的挂 这作为你人生的第一挂 这第一挂有没有了解 没关系 因为你还没真正读易经 但你要把这一挂记住 这一挂会帮助你 学过整个六十四挂 它会帮助你 它会跟着你学六十四挂 因为你有一挂 你对这一挂很好奇 你觉得它对你人生 有某种调整的力量 好像有个调整的方向 那你就把它记住 等你到学到那一挂以后 你会特别有感受 因为你这个问题 已经累积了很深了 比如说你不假设 我随便假设 假设你补到二十三挂 我这是随便说的 假设你补到二十三挂 二十三挂是一个波挂 波挂 这个好像非常深入了 二十三挂是个波挂 对我来说波挂是一个修行挂 而且非常 很深入的修行挂 是个波挂 你补到波挂 可是你一开始刚学而一 我不知道波挂什么意思 没关系 但是你这个 很想要知道波挂是什么意思的 这个念头 会跟着你从第一挂 一直一直跟 跟到二十三挂 然后当你碰到二十三挂 上完课你恍然大悟 你对这一挂理解 会比别人特别深刻 因为你的理解包含到了 包含到你这个问题在心里 放了好久了 然后读完以后 真的原来我人生 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这个就是 就是我就特别作为这样的安排 就是一定第一堂课就叫人家补挂 可是希望第一挂你是补 你自己什么地方需要调整 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 这个来当做你人生的第一挂 而且也希望能够成为你生命非常重要的一挂 这是就是说开始学补挂 那学补挂有什么好处 补挂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 当然你学补挂你要有个条件 就是你那个环境必须是复杂 你才有补挂的题材 如果环境不够复杂 你补来补去也就是那几个挂可以补 我的感情问题 比如说你如果是学生 补来补去就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我感情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 我这一科能不能过 第三个问题可能就是这个人际关系 这个朋友这个 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 怎么办 就是你补来补去就这三个问题 没有对作为学生很难在超出这个之外 但是你进入个复杂的职场工作 那个哪怕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就很多 里面就很密密麻麻 很多问题可以补 那我在这里我就简单介绍我当初自己 是怎么透过补挂来学衣经 我那个时代就是说 礼拜六还要上半天班 那么我就 礼拜六下班之后呢 我就会找一个茶艺馆 我现在说茶艺馆这三个字 你就知道这是上一代人用的语会 这一代的人已经没有茶艺馆 这代人就说咖啡馆 上一代人讲咖啡馆 讲咖啡厅 你要听人讲咖啡厅 哦这个是上一代的人 所以这一代就讲咖啡馆 这个我那时候还有很多 就是很多茶艺馆 我就会找个比较安静的茶艺馆 就在里面下班 因为那时候茶艺馆也会提供减餐 我就在下班以后一点左右 到一个地方随便去个减餐 叫一壶茶 然后我就从一点大概呆到五点半 那花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那四五个小时我大概可以补三到五个挂 三到五个挂 然后当然补挂的结果 我就是还要再去对照《易经》的经文 再对这个经重新做理解 然后再对应到我要补挂的这个事情 这个人事实地物 再对应到这个人事实地物里面去 大家到底怎么解释 怎么呼应 两边的关系是什么 卦象跟我那个现实的环境 之间的呼应是什么 然后卦象可以告诉我 我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境 可能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 让我能够事先有所准备 这样子持续多久 大概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 当然我不是每个礼拜都去 可能有时候会 但我常常去就是了 也就是说在那一年半当中 可能我去了超过五十次 我去了超过五十次这个差异管 那假设 我每一次大概补三到五挂 假设我就每一次平均数四挂来说 五十乘以四就是两百 所以我估计那个时候 我大概是补了两百多挂 补了两百多挂 那两百多挂是什么意思 两百多挂的意思就是 如果六十四挂 六十四挂跟两百的关系 大概是三倍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在那一年半当中 我又把每一挂又复习了三遍 每一个挂我都复习三遍 不但复习三遍 而且这一次的复习不是干枯枯的 只有看文字内容 而是有现实的人事实地物 跟他互相佐证 当有现实的人事实地物 跟你这个挂像对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挂像就活起来了 就活起来了 而且还不是一件事情 因为它不过三次 所以你有三件不同的事情 你还可以交叉 互相校正 就哪一些只是巧合 哪一些才是 它有规律在里面 那个呼应是有规律的 哪一些 因为它如果是有规律 就应该每一件事情 都应该要出现同样的规律 如果只出现两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不是 那某一些事情 它不是一个规律 可能是 这个呼应只是一个巧合性的呼应 所以我到现在 我都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怎么学 这个不挂怎么样学到好 我说不挂学到好 就是你要补200个挂 你就能够学到好 而且你最好有个笔记本 把你每一次补挂的时间 事情 补挂的结果 要写在上面 最后还要留半夜的空白 三个月以后要回来 再看你这个补挂 把三个月以后的情况的发展 再写在下面 这样可以印证 你当初对这个挂的解释 什么地方对 什么地方错 这个是学补挂的不二法门 不是一个好老师 就可以教你补挂 一个好老师 只能教你补挂的方法 跟某一些特殊的挂的解释 他会教你那些重要的解释 不要落入俗 不要落入俗套 就是比如说我 你们听字字你就知道 第一挂 前挂 前挂叫圆亨利争 你看所有书都把圆亨利争 写得哇 写得多好 又亨又通顺 大大的通顺 大大的吉利等等的 就是圆亨利争 但是现实上的前挂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挂 是朝九晚五还要晚上加班 这叫 是不是有个现在有新的名词 叫九九制 九九六 叫九九六 什么叫九九六 早上九点上班 晚上九点下班 一周工作六天 九九六 前挂就是九九六 你知道吗 这其实前挂是一个辛苦的挂 可是辛苦有没有代价 他辛苦有代价 那请问他辛苦的代价 他回报你在什么地方 回报你不是回报在 什么就是事业发展的很好 不是 他回报你 回报在你的能力的提升 这是我长期不挂的结果 不过两百的挂以后 你才能够明白 他的原理原则 真正的呼应关系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之后 我后来才会跟大家讲 如果你帮一个已经五六十岁的前辈 帮他补挂 那五六十岁前辈问你说 我现在有一个创业的想法 或者我要去带领一个新的部门 你帮我看看 我这个去应该怎么做 补到钱挂 补到钱挂 如果是已经是个五六十岁的 一个老前辈 那你可能就是要评估一下 他的体力 他的抗压力 还有他的企图心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强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你应该稍微劝退 为什么呢 因为钱挂是一个辛苦的挂 如果他抱持着说 其实这是我一个工作的回报 我到那边希望能够轻松一点 能够有很好的得力的下属 帮我做好事情 我只要在大事情上 做方向上的判断就好了 我跟你讲 钱挂不是这个意思 钱挂不但在大方向上要做判断 在小事情上都要让你很操心 所以 但这就跟传统的解挂是完全不同的 跟你去读书的解挂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怎么知道有这个分别 因为我补过两百个挂 而且在之后 之后在不断补的挂当中 都不断去印证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说 像这种事情 就一个老师他可以告诉你 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 那一个老师可以告诉你 这个巨大的差别 你就不必自己摸索两百个挂 但是那些细微的差别 你真的自己必须摸索两百个挂 你必须摸索两百个挂 你才可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并且你一定要真正读懂《易经》 你也一定要在书本的这个文字 给你的体会 跟现实给你的体会 你要把两者结合 两者能结合 你对《易经》才有更深的了解 如果永远是文字概念的体会 这个不算真了解 你能够文字跟现实 现实的人事实地物 现实的人跟人之间的极凶关系 部门跟部门之间的这种摩擦的这种 摩擦的这种忌讳 各种忌讳的关系 你能够注意到 然后可以跟《易经》的内容结合在一起 你这样才能够更深一步地去理解《易经》 这是等于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 第一个就是大学时候 我们不要用学问的心态来读《易经》 这个永远没办法读回 你一定要在书里面找到 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东西 这样才能够真正读会这个书 第二个呢 我就讲说你要放下你的自我 我们很多自我不是那么真实的 经不起考验 那是因为你还没经历考验 你经历考验之后 就是知道那个不是真实的 你能够放下那个东西 你才能够真正读会《易经》 那第三个就是 就是你需要一个复杂一点的环境 在复杂环境当中 比较多的对应的关系 现实跟这个书本的东西 比较多的对应 它能够帮助你学习《易经》 第四个呢 就是你要学会补挂 补挂呢 不单单是 你会对这个挂有深的 比较深的理解 其实更重要是 透过补挂 把概念跟现实结合在一起 然后你有一个机会 让每一个挂多复习 从不同的角度 多复习几次 这样你才能够熟练 才能从知道变成熟练 这是第四个 但后面还有几个 我们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等一下再把我后面几个阶段 再跟大家一一分享 好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下